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律師 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表示 她預計很快會出院 朱利安尼在12月8日說給W.A.B.C電台知道 我一直在走動 我想他們明天早上就會讓我出院 據報導 朱利安尼在華盛頓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她之前不想去醫院 但特朗普對她說 別傻了 如果送你去醫院 我們可以在3天內搞定她 這樣就說服了她 在6日 特朗普發推文宣布朱利安尼的中共病毒 檢測呈陽性 當晚朱利安尼也發推文說 自己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感覺良好 可以快速恢復並跟上一切 在7日 特朗普對記者說 她剛剛和76歲的朱利安尼進行了電話交談 她情況非常好 沒有發燒 朱利安尼表示 除了咳嗽 她之前出現的所有症狀幾乎都消失了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說法 感染中共病毒 會出現的其他症狀 包括動痛 喪失味覺和臭覺 以及呼吸急速 感染者不停 賞臭酒 絕對 兇